娱乐转圈圈 满脸通红眼神飘忽 整个人状态都不对劲 他的额头上还有明显的经络暴起 整个人看起来非常憔悴 说话发音倒是挺清晰 不过思维有点乱 经常重复同一句话 而且还报错价格 需要工作人员在一旁提醒 不少网友质疑 他在直播之前喝了不少酒 导致直播质量下降 面对这种情况 很多网友更是现场 直接吐槽杨坤 说他丝毫没有任何直播 带货明星该有的样子 既然选择了这个工作 就一定要做好 对观众负责 对产品负责 更是对自己的负责 但他如此的工作态度 是不是很不专业呢 大部分网友都在骂他醉酒直播 也有人关心杨坤 是不是脸不过敏 对于这些质疑 他拿起平板电脑 看了一下 没有半句解释 直接总结了一句 我们的留言 大部分都是好的 整场直播 直到结束 杨坤都没有解释自己脸红的原因 据悉 这次杨坤卖的是原价 5981瓶的白蓝地酒 在直播间的价格 只要980 还会送他的演唱会门票 演唱会票的价格 都有980元 这样一来 就相当于买门票 送了瓶酒 这次战绩如何没有透露 但是整场下来的效果 并不好 大家不是真心想买酒 杨坤也不愿意和大家交流 很快就草草收场 其实 这不是杨坤第一次直播翻车了 之前 杨坤也有在直播后 引发商家报警的事件 杨坤直播32场 有好几场一次刷单 虽然直播时成交量达到了规定数额 但商家之后 屡遭退单和退款的申请 实际销售金额远低于预期值 但杨坤方面回应他们 对此事并不知情 而真相究竟如何 我们也不得而知 无论是商家 还是消费者 都要谨慎一些 各明星艺人 也还是应该引以为戒 做好自己的工作 对此 你们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 声明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果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 谢谢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